这是发生在和北省尊化市的一起 强奸杀人案 16岁花季少女 上学途中离弃失踪 母亲顺着方向寻找多变 直到在一片玉米地里 发现了女儿的尸体 上师和下师都赤裸 只有在脚上穿着一双白袜子 静过 紧紧地缠绕着一件小女孩的上衣 事情要从2005年的9月21日说起 这天是尊化市 某幼时学校开学的第一天 也是小秦即将迎来新学期的第一天 早上六点多 伴随着母亲的忙碌声 家住补子电阵东阳庄村的小秦 早早地整理好书包 开开心心地出了门 临走时 她还特意交代 自己和隔壁西流村的梁雁已经约好 待会儿一起去学校 两家的距离 大约只有三公里的路程 按说十几分钟就到了 可是梁雁在家里等到七点多 还是没能看到小秦的身影 起初 梁雁以为小秦忘记了昨天的约定 自己偷偷地跑到学校了 于是 她在等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后 也独自去了学校 可没想到的是 等她到了学校 还是没有看到小秦的身影 她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随即向老师反映了这个情况 老师不放心了 就给家里打个电话 正在家里忙碌的母亲王岚 突然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 在得知具体的情况后 顿时心急如焚 因为王岚清楚 自己的女儿特别老实 再加上当时是开学的第一天 并且小秦是带着输出的门 除非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 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旷格的 于是 她赶紧回家 想叫自己的丈夫李江 和她一起出来寻找 可李江认为 女儿在路上 可能遇到了要好的朋友 再加上手上有活 就没有答应王岚的提议 不找不懂 我不知道我接个人找去 她爸在家 我接个人都骑了车 骑了门 就算我别走了 到时候 那我就顺着帮地 我那边偷 就这样 小秦的母亲 沿着女儿上学的那条路 来来回回找了很多遍 她不断地观察着 周围可疑的迹象 最终 在一片玉米地里 发现了女儿的自行车 等在往里走时 她看到了让人心碎的一幕 只见女儿赤身裸体地 躺在玉米地里 头被衣服盖着 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好端端的孩子 早上刚刚分开 中午就阴阳两格了 并且还是以这样一种 让人悲痛欲绝的方式 小秦的父母无论如何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和小秦父母有同样心情的 还有尊化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侦察员们 接到报警后 他们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当时头朝北 面朝上 处于仰卧状态 小女孩没有穿衣服 通过尸检 民警得知 小女孩是由颈部紧肋 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前遭受过性侵犯 遗憾的是 当法医对尸体的各个部位 进行生物剪裁的提取时 并没有找到任何男性的生物剪裁 在对四周进行勘验时 警方发现 小女孩的自行车旁边 有一个装满书籍的塑料袋 而靠近塑料袋的西边 有一片被踩倒的玉米接盖 随后 侦察员们又在玉米地里 找到了一些衣物 经家属辨认 这些衣物也是小秦的 结合玉米地的凌乱程度 警方推测 嫌疑人很可能是一名 身强力壮的成年男性 在对小秦实施侵犯时 由于遭到激烈的反抗 这才下了死手 那么既然如此 现场会不会留下 嫌疑人的一些物品呢 通过仔细地搜寻 警方终于在距离 自行车50米处的路边 发现了一只白色的线手套 由于当时正值秋季 昼夜温差较大 如果是早就遗弃的 手套会比较湿润 很明显 这只新手套 是荡着丢在这里的 当时咱们就判断 这应该是判断嫌疑人 无意间遗落在现场的 于是 警方立即将提取到的物证 交由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希望能获得一些有用的数据 遗憾的是 受到当时能力和条件的限制 技术员并没有提取到 关键的生物检材 通过对现场环境的全面勘察 以及对被害人尸体的检验 遵化警方初步确定 案件的嫌疑人 很可能是居住在周围的村民 就在警方对附近的居民 进行调查走访时 有人反映称 9月21日凌晨 他看到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在案发现场有过短暂的停留 之后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驾车离开 离开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左右 由于当时天色较暗 他并没有看清摩托车的型号 以及男子的体貌特征 而根据小秦出门的大致时间 警方推断 驾驶这辆摩托车的人 一定就是犯罪嫌疑人 他们随即对此展开了细致的排查 因为这个人手段恶劣 咱们分析 应该或许有强迫 有性变态 经过四个月的摩托车 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 从原来的增化 逐渐延伸到山东 河南等地 可结果却没有任何收获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恶性案件 逐渐成为了一个悬案 这也使得专案组的每一位民警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更让人揪心的是 自从小秦遇害后 他那原本生机勃勃的家 至此变得死气沉沉 每当过节 看到别人的女儿 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王岚心如刀脚 如果小秦还活着 也该很幸福吧 都说女儿和爹亲 这件事情之后 李江开始变得浑浑噩噩 整日戒酒交仇 他甚至放弃了工作 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5年 随着现代行政科技的发展 这起悬案在这一年里 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重启对这起案件的调查中 痕迹技术部门 在当年发现的手套上 提取到了一个细胞 并成功分离出了DNA信息 于是 警方立即将相关信息 输入到数据库进行比对 可遗憾的是 比对没有任何发现 之后的几年里 警方并没有放弃追查 他们每个月都会筛查一下数据库信息 直到2021年的7月份 功夫不负有心人 数据库比对终于有了结果 有一个名叫张有力的男子 于2021年6月14日 因盗窃罪被大连警方拘留 同时提取了生物信息 通过比对 侦查员发现 其基因分形与手套上提取的分形 高度相似 于是 警方迅速对张有力这15年来的活动轨迹 进行了追踪 结果却排除了她的作案嫌疑 但可以确定的是 作案的人一定是张有力家族的某一个人 根据当初调查的嫌疑人特征 警方立即对张有力家族中40岁到65岁之间的男性 展开了逐一的排查 很快 一个叫做张勇的人进入到警方的视线 通过血氧筛查 他们发现 手套上提取的生物剪裁 与张勇的血氧完全一致 经查 张勇 孙化市本地人 案发是35岁 据了解 张勇并不是小秦家附近的居民 两家的距离有20公里 小秦的家人也不认识她 那么 她为何会出现在小秦上学的路上 今儿对其实施侵害呢 为了解开这一疑问 警方决定 立即对张勇实施抓捕 通过缜密的部署 警方终于在增化通往平安城的高速路上 将其抓捕归案 下来下来下来 走走走 你叫着啊 此时距离案发时间 已经过去了15年 警方深知 嫌疑人一定会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果不其然 面对审讯 张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对于这一点 警方早有准备 他们秘密调查了张勇当年的活动轨迹 结果发现 张勇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 一直在增化的一家啤酒厂工作 而从张勇家到啤酒厂往返的路程中 案发现场的玉米地是他的必经之路 除此之外 在张勇家的一个隐秘的隔层中 警方找到了当年目击者提到的那辆摩托车 带着这些证据 侦办民警再次对张勇展开了审讯 在澄清了利害关系之后 张勇最终承认 2005年九二窑强奸杀人案 正是自己一手制造的 原来当时他去啤酒厂上班 要骑40公里的路程 为了节省时间 就抄近路走玉米地里的那段小路 案发那天 他刚与妻子吵完架 一路焦躁地往啤酒厂行驶 没成想看到了小勤 将自行车停在路边 整理散乱的书记 看着漂亮的小女孩 原本烦躁的张勇更觉得饥可难耐 他想都没想就直接上前 捂住了小勤的口鼻 随后将其拖至玉米地 准备实施侵犯 哪知受到惊吓的小勤 开始拼命地呼救 这让张勇很是害怕 因为再有一会儿 路上可能就会来人了 于是他伸手死命地 掐住了小勤的脖子 直到其昏厥 之后为了防止事情白露 他扯掉了被害人的衣物 然后用袖子打了一个活扣 套住了小勤的脖子 直到把他勒死为止 由于在逃跑的过程中 太过慌乱 这才在不远处 留下了一只工作用的线手套 虽然凶手已被抓获 但面临的处罚 可能不尽如人意 我希望 最好直接给一颗花生米 才能告慰小勤的在天之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